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 很多次我九死一生 现在让我带你们进入那些海人听闻的故事里 这里是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怪谈百物语 大家好我是主播老道 端午假期三天休息 因为这假期时间也不太长 所以我猜能借此三天能出门旅游的人并不再多数 大多数人都是待在家里调整调整 听听故事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既然是端午节 咱们索性就聊一聊这个节日 首先来说一说端午节的来历 端午节据说是咱们中国古代百越地区 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 而之后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 在这一天抱着大石头跳了蜜罗江自敬 统治者为了树立中军爱国的榜样 把端午节作为了纪念屈原的节 各地区也有纪念吴子虚曹娥等等一些说法的 其实这些啊很多人打小就知道 时至今日很多人都纷纷感谢屈原 他用性命换来咱们一天的假期 严动了屈原的棺材板都快按不住了 而每年五月初啊都会吃粽子 塞龙舟来纪念屈原 但是想问大家一句 大家不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吗 什么问题 先说吃粽子 相传屈原投江 尸体一直没捞上来 百姓害怕江中的鱼虾吃掉屈原的尸体 所以用忽叶包姜米往水里扔 意思是说鱼儿你吃这个 别吃咱们屈原屈大人 后来呢便有吃粽子的习俗了 但是啊我想说 这粽子咱都吃过 里三层外三层裹得非常严实 之后再用绳线缠几圈打个蝴蝶结 就这么一老饭折腾 你是想让鱼吃呢 还是不想让鱼吃啊 反正我要是鱼的话 我宁可多吃几口别的也不费大劲 吃你一口粽子 这是其一 其二 再来说说赛龙舟 还是相传 屈原投江 百姓得到这消息之后 纷纷架起舟船 打捞屈原的尸体 到后来呢便衍生出赛龙舟这项活动了 这些啊都是小时候老师跟咱们说的 但是我又想说了 赛龙舟咱们都看过 就算没看过的 你能从那个赛字也能明白这活动讲究一个快 争第一 可是捞尸体啊 你划那么快干嘛呀 不怕错过去啊 听到这啊 可能有人会想递死我 这不杠精吗 请原谅我从小便方荡不羁 爱思考啊 总爱想一些有的没的 但是后来 关于屈原投江 我听到另外一个说法 让我大吃一惊 给大家先说一说 话说屈原 战国时期 楚国的政治家 当初跟那个楚怀王关系不错 诗人左徒三吕大夫 地位显赫 同时呢 他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 那写的黎骚 写的九郭 还有那天问 真不错 不看著解 你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意思 写的很深奥 很浪漫 同时啊 屈原有一部作品 叫《湘夫人》 那湘是湖南的简称 湘 里边描述那位湘夫人呢 美貌精为天人 同时呢 也有着极高的地位 但这湘夫人 你想啊 都叫夫人了 咱也能明白 这是以嫁作人妇啊 所以呢 不能跟屈原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只能偷偷摸摸 在荒山野岭高龄地里秘密幽惠 大家伙也是好信 也分析过 这湘夫人是谁呀 你想啊 湘便是储的意思 夫人 而且地位还那么高 所以大家都猜错 极大可能就是 楚怀王的宠妃 郑秀啊 什么意思 楚怀王 他绿了 我把你当兄弟 你去勾引大嫂 于是 这楚怀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跟屈原闹发了 一气之下 这怀王找了个借口 把屈原放逐了 后来呢 楚怀王在秦国并逝 处湘王继位 临死之前 这怀王怕屈原跟郑秀俩人又在一起 于是命湘王派人暗杀屈原 而追杀事件呢 就发生在密罗江 杀手最终在江边擒住了屈原 一刀怼过去之后 把屈原的尸体装进袋子里塞上石头 捆扎岩石 投入江心 上演了这么一出悲剧 你说这么大动静 必定有目击到整个谋杀过程的老百姓 但是啊 那些老百姓屈服于当初的暴政 不敢明说 所以在几年之后 纪念另外一位楚国英雄 吴子虚的日子里 也是五月初五这天 举行了悼念屈原的祭礼 塞隆中 这什么意思 掩喻当初你追我敢追杀屈原的场面呢 而包粽子往江水里扔 也是用来掩喻屈原 当时是怎么被杀的 这个事实 捆上之后 塞到袋子里 扔到江水里了 所以说呀 这个猜想 相比曾经咱们所了解的 是不是感觉不那么美好了 要怎么说 有些民俗背后 其实藏着真实的历史啊 可能有人会说了 这种说法有证据吗 没有 因为这段历史啊 毕竟不可考 对于屈原的死 到底是因为什么 始终也没有个定论 都是推测而已 上面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而咱们能肯定的是啊 这端午节 起源 那肯定是在咱们中国 不是别的国家 更不是韩国 虽然他们总那么说 但是记住 不是 这么不要脸呢 这是 而说到屈原呢 人家不仅离骚写的特别好 九哥也是写的特别糟啊 尤其那篇 《山鬼》对我来说是记忆犹新 若有人兮 山之鹅 皮比利兮 带女罗 济寒地兮 又一笑 子木雨兮 山窈窈窈 听听 多美啊 虽然读得不是太明白啊 但是却能感受到诗篇当中 由内而外 散发出的一种 懵懂又野性的诱惑 这诗中那位 神奇花豹的少女 山鬼 我想要比那些 身穿豹纹的小姐姐 还魅惑呢 行 不多说了 说多了 你们又以为我要开车 大家可以自己去 真看 真读 真感受去啊 话说呀 咱们印象当中 山鬼的形象 可能没那么美好吧 大多是张牙舞爪 样子丑陋 或者是心肠 百毒的那种形象 比方说 下面这种 来讲一个 关于山鬼的故事 说的是 旺江县令 老李 他呀被罢官之后 转居书州了 不是我讲错了 这书州 不是江苏的苏 是书府的那个书 这书州 就是现在的安徽安庆 罢官之后 老李就在书州 定居下来了 家里有俩儿子 生的是仪表堂堂 都挺聪明的 话说呀 有这么一天 老李去朋友家 去喝酒去 正所谓 酒疯知己 千杯少 跟朋友聊起 自己郁闷的往事 一杯接着一杯 就忘了时间了 结果等起事 要离开的时候 发现已经是 深更半夜 要说这个朋友 家离自己家 也不算远 半个小时 能走一来回 朋友看着 虽然天色已晚 但是也没留他的意思 这么近是吧 也出不了什么事 于是把老李 送出了封门 可是啊 在老李往家中 走的途中 却出现了一件怪事 他在半路上 看见俩人 向着自己的方向 迎面走了过来 走近一看 才发现 哦 认识 谁呢 是自己俩儿子 这老李还挺高兴的 心说 这儿子是不白养啊 这道心疼人啊 你看看 这肯定是看时间太晚了 出来迎我来了 他心里想着 美滋滋往前走着 可是等走到身前的时候 只见到这俩儿子 突然爆起发难 大儿子一记扫腾腿 小儿子一招撩阴脚 打到老李 一个措手不及 当时就大喊 哎呦 你俩小兔崽子 打老子干什么 这是要疯啊 可是啊 只见到这俩小子 像是没听见似的 继续手脚并用 对老李是拳打脚踢 打得他是暴头鼠窜 拼命大喊 救命啊 来人啊 儿子打老子了 可是这并没什么用啊 老李嗓子都喊屁了 因为半个人出来 要说这是大半夜的 各家各户都熄灯睡觉了 哪还有醒着的人呢 于是啊 月光之下 就看到老李抱着个脑袋 没命似的往家跑 后边跟着他那挥着拳头的俩儿子 那咱们简断结说 等老李跑到家门口的时候 这脸上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嘴角躺着血 身上也是蹭了一身的泥 而这时就看呢 他那俩儿子慌里慌张的跑了 这老李咒骂着 擦了擦嘴上的血合去着 我这是养了两只白眼狼啊 我说打不过你俩呀 等我明天呢 我去官府找县太爷去 让他们帮我收拾这俩小兔崽子 这是不孝顺啊 他嘴里念叨着 捂着脸往家走去 可是老李刚一进门却愣住了 怎么了呢 他竟然发现 他那俩儿子啊 此时此刻人模狗样的 站在院子里 对着老李是毕恭毕敬 身识也离 嘴上还说着呢 父亲 我俩正要去接您呢 不想 哎 父亲 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如此狼狈 是被人削了 这老李闻听此言 邓氏暴怒 跟我俩装毒的是不是 刚才打我打得挺过眼嘛 说着话 这老李上前对着俩儿子 一人一脚 把他俩踹翻在地 这俩儿子倒在地上 面面相觑 不明白父亲所为何事啊 老李看着他俩表情更生气了 装什么装啊 大丈夫男子汉 敢做不敢当啊 我问你俩 刚才在外边 为什么要打我 这俩儿子满脸委屈 冤枉个父亲 我俩一直待在家里呢 从来没出去过呀 当时老李看着儿子不像是在撒谎啊 赶紧进屋找到媳妇 也把媳妇吓一跳 哎呀老头子 你这是怎么了 走到吊沟里了 哎 小废话 我问你啊 那俩小子是一直在家里待着呢吗 媳妇一听这文话赶紧回答 对呀 一直没出去啊 听到这儿 老李有点闹不清楚了 怎么回事啊 于是将刚才发生的事 跟媳妇跟儿子说了一遍 这会儿啊 一家四口人都想不明白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要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不了晚上别出门了呗 而久而久之 这事就撂一边给忘了 之后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 老李又一次去到那位朋友家喝酒去了 也不知道人家酒好喝 还是饭菜好吃 这次啊 又喝到深更半夜 这朋友本想开门送客 可是老李将上次奇怪的经历 跟朋友说了一遍 决定今天晚上不走了 就住在这儿了 说啥也不离开了 那朋友也不跟他见外 辟出一处厢房 让老李住去了 这边呢 自不必说 而另一边 老李家里 他那俩儿子 却等不了了 本来想着 这父亲一会儿就能回来 可是一等不回 二等不回 就担心别出什么事啊 像上次那样 只是被打了个五眼轻 而这次可别料到上 于是跟母亲一商量 当下决定去接那去 接父亲回来 结果啊 这俩当儿子的 刚走到半路 就看到老李领着一群人 站在对面 劈头盖脸 骂那句兔崽子 这么晚了 干什么来了 还想像上次那样 走我呀 没想到吧 这次我摇人了 来呀 给我打 只见老李一挥手 身边那些人 一窝蜂冲了上来 围着俩儿子 一顿包塞 多亏这俩小伙子 体格不错 顶着如狂风暴雨般 砸过来的拳头 没命似的往家跑啊 等跑到家门口时 那群人包括老李 竟然慌慌张张的逃了 转天来 等到第二天 这老李酒醒之后 回到家中 看到鼻青脸肿的俩儿子 以为跟谁打架了呢 结果一问之下 大为惊骇 心说这什么鬼东西啊 太操当了吧 先是扮儿子打老子 再扮老子打儿子 怎么就渴着我一家伙伙啊 是不是吃饱撑的呀 但是啊 也就这样了 生气归生气 这伙儿也不知道 找谁发泄去 可是自打这事发生 没过几个月 这李氏父子三人 竟然相继去世了 没病没灶 也不知道死因如何 而当地人听说 此事之后 一时间是人心惶惶 就有这么一位 上了年纪的老人说了 说他们那地儿啊 古老相传 有种山鬼 确实喜欢玩这套把戏 讲到这儿啊 这故事也就结束了 话说这故事里的山鬼 自始至终 也没现出真容 但是办那事 怎么跟个熊孩子似的呢 而且还把人父子三人的命 给夺去了 这也太不应该了 但听完故事 问题来了 山鬼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说山鬼就是山神 能变化成为各种洞的样子 可山神又是什么呢 这不算解释 解释得也不清楚 而有的人呢 说的更具体 说山鬼啊 其实就是山霄 那什么是山霄呢 再给大家讲个故事 您就能明白 话说岭南一带 就有这种怪物 叫山霄 样子很古怪 下身呢 只有一条腿 一只脚 而且这唯一的脚啊 还是反着长的 脚趾朝后 脚后跟冲前面 手脚都只有三根指头 但是啊 别看人家长得丑啊 爱美的心却还是有的 要说这山霄分公母 母山霄 也跟人类姑娘似的 喜欢描眉画眼 梳妆打病 用这胭脂水盆 往脸上招呼 而这山霄 平时住在山里 他们总喜欢 找那些千年的古树 上面树洞 作为自己的巢穴 这生活方式呢 跟人类也挺接近的 会在树洞里边 扯上一些围漫的 屏风之类的 加持物件 同时也有 储藏食物的习惯 要说岭南当地人 如果经常走山路 随身总会带上一些 女性的化妆品 跟碎盐子 就跟咱们去非洲 又带上风油精似的 人家喜欢这东西 这些东西 可以贿赂山霄 当地人把宫山霄 叫做山宫 这山宫贪钱 碰上了 给点碎盐子 乐乐屁点屁点 而当地人呢 管母山霄叫山姑 山姑爱美 遇上了 会跟你索要 胭脂千黄 当然只要这些东西 你给足了 一切都好说 收了你的保护费的山霄 这一路上 都会保你周全 大到豺狼虎豹 小到蛇虫鼠蚁 都不能进了你的身 因为有山霄 从旁保着你 这就是山霄 话说呀 这大唐天宝年间 有个北方人 走南床 北做买卖 这天呢 路过岭南一带 在山里赶路 这走了一白天了 依然没走出来呢 而此时 夕阳夕沉 周围渐渐暗了下去 这晚上如果赶路的话 非常危险 看来呀 这俩只能露宿 荒山野岭了 他出来此地 也不知道这山间 是否有猛禽野兽啊 料想地上睡觉 也不安全 于是呢 找了一棵大树 想爬上去 找一根粗树叉 在上面睡觉 结果呢 没爬几下呢 突然之间 就看到一张鬼脸 踏了出来 摆在自己面前 紧接着就听这人 嗷了一声 从树上掉了下 他揉了两下 屁股突然见到 从这棵树上 蹦蹦哒哒 跳起了一只 只有一条腿的怪物 这东西他认识 因为他来岭南之前 打听过 只是没见过 他知道 这肯定就是山霄了 所以呢 化妆品呢 碎银子 他都有所准备 于是 他是赶紧起身 缓缓下拜 可是一时雨色 他不知道 这是公的还是母的呀 哼 要说这人 头脑转的也快 看着山霄的怪脸 上边分明铺了一层脂粉 肯定是母的 没跑 于是 他乖乖问候了一声 见过山姑 晚辈有礼了 只听山霄呵呵笑了起来 看来还真是母的 紧接着伸出一只手 手指往回勾一勾 啥意思 这是要东西呢 这人立刻明白 赶紧奉上准备好的胭脂水粉 这母山霄把这东西拿过来 乐不可知 打开一罐就往脸上蹭了 一边蹭 一边竟然说话了 他说 嘿 挺上道的是吧 不错 你呀 老实睡觉吧 这一路上 老娘保你平安 你听这话 这人喜出望外 于是 便睡在了树下 也不用上树了 结果到了深更半夜 他突然听见周围有响动 警觉的他 睁开眼睛仔细一笑 啊 不远处竟然有两只大老虎 支着牙向自己走来呢 他站起身刚想跑 结果就听到树上 频频发出响动 不一会儿 从上面跳下了一个东西 便是刚才那只山霄 就看这山霄 站在两只老虎身前 一手摸着一只虎头 说了一句 班子 这是我照的 可不许你们动他 快走吧 乖 之后 就看到这两只老虎 丧美大眼吹头丧气的 拖着尾巴 转身走了 这北方人看在眼里 长舒一口气 这是简条命啊 而第二天 他眼看着就要走出山林了 他想起来 那只山霄 对他有救命之情啊 于是看看后边 那山霄并没跟着 大声说了一些感谢的话 之后是败谢辞行 结果啊 话音刚落 就看到那山霄突然出现了 他是还礼相送 送他出了山了 你看人家就这么客气 而据说呀 这山霄除了会保护一些山中夜行的旅客 令咱们觉得大为惊奇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些山霄啊 每年还会跟那些农民一起种田 农民负责出田地跟种子 剩下耕种的活啊 都由山霄承包了 等到秋天农作物成熟之时 山霄会把农民找来 跟他们平分这一年的收成 而这些山霄天性耿直 绝对不会多拿多占 而农民伯伯呀 也不敢占他们的便宜 据说敢坑山霄的人 都会莫名其妙的病死 你看看 多么和谐的故事 虽然人家长得丑 但是拦不住人家心灵美呀 你看信守承诺 还特别有礼貌 手动比个心啊 其实啊 山霄在咱们中国神话传说当中 也有所记载 山海惊海内惊眷有云 南方有干巨人 人面长臂 黑身有毛 反重什么意思 就是脚后跟反着掌 这东西啊 见人笑 他也跟着笑 但是他一笑呢 因为嘴唇太大 直接能把脸给遮上 而借此 他看不见的时候 人就能找机会逃走 没错 这就是山霄 也不知道怎么了 看完这段话 对山霄根本害怕不起来呀 这分明就是个逗笔嘛 搞笑担当啊 好了 看时间呢 咱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喜马拉雅搜索怪灾 或者搜索主播老道 来收听老道播讲的更多精彩的故事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最后啊 祝大家端午安康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